好食安問題頻傳 有民眾到知名的美食賣場 購買了炸雞 但沒有想到在皮底下 竟然藏有塑膠片 讓民眾看了非常的傻眼 另外還有一名張先生 他控訴說 在玉米龍湯裡頭 喝到了整支的壁虎 之後還出現了上吐下泄症狀 但店家質疑容器不符 認為是遭到惡意抹黑 香噴噴炸雞氣炸出爐 才剛要開動 卻發現薄皮下藏有塑膠片 炸完之後 我夾出來才看到 就蠻傻眼的 對 因為我拿起來的時候 就看到它是整片的 塑膠有融化的狀況 綠色塑膠片與外皮 融為一體 插點吃下肚 事後食品製造廠商 也向消費者致歉 懷疑是原料投入時 家境異物 目前已徹查 產品加工流程 也會加強評價 是說要再跟 奧斯多納那一塊 回去做調查 比較想知道說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片的塑膠 好出來 然後卻沒有被發現到 主要就是避免說 然後後續再有 類似的狀況發生 其實就遇到了 只能算倒楣 平常外食的話 就會再特別看 有沒有一些認證 像這樣的食安問題 不只一樁 高雄一名張先生 20號下午 也喝到加料 玉米濃湯 大概吃了大概四五口才發現 裡面有一隻壁虎 應該是死在湯裡面 我怕我去反映了之後 食安體去介入之後 他們就會整理過了嘛 然後就沒有那個效果 吃完了當下反映也有想吐 黑色軟軟壁虎屍體 就出現在民眾吃到一半的午餐當中 導致他上吐下泄 經斟斷為急性腸胃炎 而早指控的湯包店老闆 有話要說 湯碗也不一樣 那我不知道他哪裡 弄來的壁虎 哪裡弄來的湯碗 那我覺得是惡意的情形很多 而且我們這樣一個湯 只有賣15塊 第一時間應該是跟我們來溝通 高雄衛生局已介入調查 雖然真相有待釐清 但近期食安問題層出不窮 也讓消費者們性嘎嘎 記者現在全饒永中台 被採訪報導